小姐 您好 请问您是 我兴许 是安迪的朋友 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 好的 您稍等 好 小王 这里有位兴许的小姐 说是安迪的朋友 好的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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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别开门 别开门 你没事吧 别开门 给我脚 脚崴了 我脚崴了 你伤到哪儿了 好痛啊 来啦 你快帮她伺候 你快帮她伺候 你怎么跑来找我呀 在那边去 我刚去月满第一件事情 乖找你庆祖吧 伤到哪只脚 完了 我觉得我一个肯定是瘪了 要不要去医院呀 小王 送娶小姐去医院 行 拍个S光什么的看一看 好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乐极深碑了 小心点 Andy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今天月初 要开例会 各部门等着汇报 好 我开完会再去找你 小王是本地人 不是的 妈 可是我受重伤 需要亲人 要不你把你爸妈电话给我 我给他们打电话 千万别给我父母打电话 否则他们以为我又闯祸了 不 不 出不完你 人家签完合同第一个怪招 你现在受了重伤 你都不陪我去医院 我真可怜 行了行了 你别演了 你乖 你先跟小王去医院 我开完会呢 去医院接你 然后一起带你回家的 那你病好了之后 我请你吃大餐 好吗 会连我一个大货人 还比不上个开会 我真能行 抱我呀 你还要让我走路呢 抱我啊 你别忘了 先我吃饭啊 我开了 等等 怎么办呀安迪 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牛了 这么顺利向他拿下 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儿 你说我父母怎么多升级的呢 安迪 谭总问你要不要先暂停会议 不用 我马上过来 好 对 你父母太亏了 应该生意打 学来 快走吧 你干什么记得过来找我呀